今天的标题不用我下 大家去下面看留言 就是对这辆车最多的意见之处了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新车 就是全新的 Hyundai IONIQ 6 目前全新的Hyundai IONIQ 6马来西亚 贩售总共两个车型 两个都是高配版 为什么说两个都是高配版呢 很简单 一个是后驱高配版 一个是全14轮驱动的高配版 售价的分别 一个是290千 一个是320千 后驱290 全驱320 那我身边这辆是后驱版的 几点你可以发现到这件事 一轮圈的配置 后驱版是18寸的 这个所谓AERO轮胎 那如果四驱版的车型呢 采用的这所谓 Performance轮圈 20寸 一个是18寸一个是20寸 第二个差别呢就是天窗 后驱版没有天窗 全14驱的版本才有天窗的配置 那 再来一个差别看不出的就是他们的动力规格 两个车型采用的都是 这是77.4kW的锂电池 但是一个是后驱 一个是四驱 输出的数据当然明显有所不同 如果是后驱版的这个动力数据呢 它的输出马力是225匹扭力峰值350牛顿米 0-100加速7.4秒可以完成 续航里程高达614公里 那如果你买的是高配的全14驱版的动力数据当然非常惊人啊 因为有两颗电动马达 你输出的马力高达320匹扭力峰值高达605牛顿米 0-100加速5.1秒可以完成 续航里程啊 当然就少很多啊 你两颗马达一起输出 续航里程 虽然说少 但是我觉得没有少很多 因为它失踪还有519公里的这个标准可以做到 那除了数据惊人续航里程惊人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充电效能非常惊人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这是 30多分钟40分钟50分钟的快充吗 你这个充满 今天这辆它可以支援350kw的快充哦 10-80%的充电速度 18分钟可以完成 350kw是什么概念啊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马来西亚没有的概念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般的快充啊 应该都大概是180kw左右 所以 350kw 它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细电量 但是马来西亚其实目前可以 出现的 机 出厂的机率不多 啊有目前我听说啊 在Berjia Times Square那边的那个充电站 据说是320kw的 所以它的那个 那个充电速度应该算是 算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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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的 那对于这辆车子 我个人的第1个概念 我第1个感觉 我看到这辆车子 我就是觉得说 这个设计 很简单 不是我的菜 呵呵 我这是个人的想法 因为 我觉得这辆车它的设计语言是那种很极端的 你要嘛 很喜欢 很喜欢 要嘛就 比较 就 我这种了 我就觉得呃 这个 真的不是我的菜 那 它的 它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但是不在上半身 它的上半身的车头元素 它的它的元素丰富是在它的细节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头灯的LED颗粒感 它里面的细节处理 它是非常精致的 那整体的造型的圆弧我就觉得还好 下宝感呢也是非常 丰富的颗线 虽然我觉得说 整体的脸孔 没有很 吸引到我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很多蛮精彩的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有 想要去复刻一些车辆 像是 Nissan的新的Fair Lady的造型有点这样子 然后 比较在86 也有一点这样的造型 我觉得 有点这样的造型 那整体的车身线条呢 它又有另外的造型 有人觉得它像这个 911 有人觉得它像 CLS 那 这个东西啊真的很见仁见智 所以我就 不给太多意见了我 我自己这碗真的 它的造型真的不是我的菜 我说的是外观 那最重要的是 安全配备的部分 目前两款车型都有带在完整的 进阶式安全配备 所谓的完整的进阶式安全配备 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次了嘛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了怎么盲点 车道 碰撞 ACC 这些都有 那我们刚刚看了它的这个 新闻稿 它还有一个叫做 remote parking的功能 应该就是那个车钥匙拿出来 它会向前 它会向后 的那些功能吧 就是你在那很窄的停车位 你的人可以先下车 然后你按了 车子自己乖乖推进去那种功能 它应该是有搭载上去 呃对手 说是选配哈 这两次标准配置 那 讲到价钱我相信很多人就会 就是 下面的留言会出现一大串 这个留言我已经在Facebook看到很多了 一发布我就看到了 我对两个牌子都没有意见 谁好谁不好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 但是今天我觉得它的配备 是算算是蛮丰富的 我们看它的外形 我们看它给的A-DAS 然后我们再去到里面看它的整个氛围 我觉得它有稍稍 说服到 我觉得你来试了之后 你再去做比较也不迟啦 但 这个价钱在马来西亚来说 嗯 确实是贵的 没有错 因为你起条价都290千的嘛 你高配版要320千 是直接会 会有一点点劝退的感觉啊 其他的配置有360环境显示 Smart Entry 也是有配置 然后它的车门是那种 杠杆式的 嗯 就 看车位 Let's go 这个有没有911的车位的感觉 我觉得有 它就像是 Electric的911 就可能就是这样的造型 非常叫跑车的线条 非常跑车的车位造型 而且 很重要的是 LED光条 LED光条怎么铺权 你看 它颗粒感是这种很明显的 跟 Ioniq 5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LED光条 再来就是你看这片尾翼 看起来好像平平武器 但是你刹车的时候 它上面是 整片LED跟你亮起来 所以 呃 我是觉得蛮炫的啦 而且很特别啊 就是它这片尾翼 它的烤漆颜色 是跟车身做对比的 那如果你选黑色就就一样了 那如果你选这辆 这辆是香槟金吧 对所以它就一个黑色的尾翼 非常突出 这非常好看 鲨鱼漆 有排气管 当然没有 然后它也是一样做一些处理 旁边这个 我在想会不会是刹车灯 还是雾灯倒车灯之类的 所以 整体的光条造型 帅 真的帅 好尾门打开来 电动尾门的按钮在这边 OK 呃空间 看起来 看起来 小但是它够深啊 然后 不够的话 倾倒这边两个拉一拉 它就会release 但是你要倒你还是要去 帮它推一下 啊 对 就是这样子而且 倾倒了也没有全躺平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全躺平 因为它的后座 是这辆车的一个关键 走我们上车去看 好 坐上 Ioniq 6的后座 这是我刚刚去调的前座我的位置 你看这个空间 可以在后座翘脚是什么概念 哈哈哈哈 有点太过分了OK 呃笑声过分空间没有过分 它真的是 7 series的层级了这个空间 哇 哇 大腿空间的这个长度 一个手臂 所以它的 它的后座的西部空间 是非常宽敞的 它把大量的 这个元素都运用在 乘坐的舒适性表现上 头部呢就还好 因为我只剩下 我做 我做直一点哈 差不多碰到了 我做的轻松一点 剩下两颗指头 所以头部 因为它是这种 Fastback的造型嘛 所以就切了 跟Vios一样 然后 这个椅垫的材质 但是 我觉得一般 它不是那种 一坐上去就让人惊艳的那种 柔软舒适材质 它的皮革我觉得 稍微普通一点点 可能有所谓环保原料了 就是 就是不太舒服的原料就对了 靠手也是整体普通 但是这个空间 第一空间很惊人 第二肯定是全 全平坦的 再来有冷气出风口 但是 没有独立恒文空调 有冷气 两颗 Type C 跟小小的收纳格 然后这边 可以给你 放微波炉 啊没有 车上不要放微波炉 微波炉我们用 V2L 这两车可以支援V2L 这里我们讲用 啊 笔电充电啦 对 或者你要车上泡咖啡也是可以了 随便你 重点是 它的材质打造 它的材质打造有什么特别 我们看门边 上面 虽然是硬质塑料 可是它很特别 它有做这种内部氛围的投影上来 你可以选两种颜色 你可以上面是蓝色紫色 下面是绿色红色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可以 因为我另外一辆车才有不同两种颜色 所以它的这个氛围是不错的而且 中间的靠手整个有皮革包覆 所以你质感很舒服 再来 这里的金属材质 感觉不错耶 它应该不是金属材质 可是它做做一种对比材质 的drawer 就感觉很好 它的材质跟它的 车门板内部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 有花心思的 而且 这辆车好像拿了好多个大奖 呃 Volt Car of the Year 年度汽车大奖 呃年度电动车大奖 好像拿了蛮多个奖的 所以 哎 不是说价钱不价钱的问题啦 是你坐在这辆车上 我没有我没有赞美他一次 这个厂商一点广告都没有给过我 所以我就是 实话实说 他真的在这些地方 真的做得很不错 然后我们再往前看 副驾也是有这个可调整的 我就调按一按 对我就可以调 这个位置 你看已经这样夸张了 如果你还坐在那个位置的话 太过分了 好我们去驾驶桌看 Let's go 好来到 Aeronix 6的驾驶舱 嗯 没有钥匙我们 启动不到 但是这里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蛮好看的 他的 这个 这一组按键 就是 short cut key啦 他同时有多媒体啊 主要是多媒体的这些控制键 质感真的不错这个 有点金属材质这样子 拨感啊 旋钮啊 整体的呈现都不错 再来就是他的 设计感也不错 他的 呃 室内的氛围灯 整个气氛的营造车门边氛围灯的气氛营造 他都有给人一种 很complete的感觉就是你的设计 是 呃 非常用心思的设计 我就是这样讲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然后你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他有一个整个前台 有一种那种展开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理论上来说这里 跟那里会有荧幕 他是那种所谓的 数位式赛 Mirror嘛 可是来到马来西亚这个SPEC就cut掉了 你不cut掉的话 你的价钱可能要再三个10%之类的 哈哈哈 对所以他本地是把这个东西cut掉了 但是音响他有保留用BOSE的音响系统 叮叮有加分 那驾驶盘是这个跟IONIQ5是一样的 就 蛮可爱的驾驶盘 有 后面有两个拨片 他不是换挡拨片 他是所谓的 regenerative braking的设定换挡拨片 就是你要他刹车多 还是要他刹车少 然后同时这辆车当然有所谓的e-pedal 一个 踏板解决所有问题 驾驶模式可以在这边切换 驾驶仪表会改变那个画面 然后 两个荧幕 都是12.3的大荧幕 所以 呃 视觉体验是非常棒的 上面有HUD抬头前置器 好往下看 据说是有磁吸功能的 IQ 无线充电座 就是你的手机 放过放靠近 他会帮你 sick过去 然后帮你充电 有一颗USB 这边有两颗Type-C 后面有两颗Type-C 然后 自备架在这边 窗口的按钮 全部 在中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要制造一种 驾驶跟副驾 旁边 很紧洁 你的手放上去很舒服的 人体工序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做到的 就是你的手不会有很多 奇怪的Switch 车窗 在这边 Auto Hold Lock Unlock 全部在这边 驾驶跟副驾 应该有座椅加热跟这个 送风的功能 因为我看到 后座有 后座的 座椅是有加热功能的 所以前座应该跑不掉 然后整体的这个设计 里面是硬质塑胶 但是旁边 有一点皮革包覆 所以 感觉 还不错 收纳空间 算大 而且很多 自备架 中间的小收纳格 后面有大收纳格 然后还有哪里 下面这边 这边整个是 镂空处理 哇塞 这个空间 超级加分 然后还有一颗 电源 电源插槽 所以这两车 给我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 它的内装的整个 呈现 比它的外形好太多 我里面如果给它80分 外面大概是45分吧 我真的不喜欢它的车 我个人这个东西很个人 大家见仁见智 那你说如果要讨论价钱啊 我是还没有看到 Model Y 实际涨什么样 我们 之后再去看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的这个对比感觉 所以要看这支影片先 还是要看那支影片先 随便啦 whatever啦 总之就 目前电动车市场就这样子啦 呃 标价290千 跟320千 嗯 严格来说真的不便宜啦 严格来说真的不便宜啦 但是但是你要想哈 这个 Grade 他打的是 我我们讲着如果他打的是EQE就好了 因为像电动车你没有分的吗 你没有分什么 冰式 跟跟跟什么德国车跟韩国车了 大家都是比拼 设计质感 材质运用 设计语言 电池续航力这些 呃 EQE要400多千 如果 我们我们先不讲Model Y进来 我们单看这两 290千的话 我觉得他 本身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Model Y进来的 呵所以大家就自己去 对比啦 你要看你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实际去做一下 体验一下 然后 自己做决定 钱是你们的 啊你们自己做决定 然后 欢迎留言告诉我 有没有订阅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Bye